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 《梅数记》第34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迦南地 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径之地 南角要从巡的旷野 贴着以东的边界 南界要从沿海东投起 绕到雅克拉宾坡的南边 接连到巡 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通到哈萨亚达 接连到亚门 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为止 西边要以大海为界 这就是你们的西界 北界要从大海起 画到河尔山 从河尔山画到哈马口 通到西达达 又通到西匪轮 直到哈萨以南 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以南 画到四番为东界 这界要从四番下到亚岩东边的利比拉 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界要下到约旦河 通到沿海为止 这四围的边界以内 要做你们的地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 碾旧给九个半支派 承受为业的 因为吕变支派 和加德支派 按着宗族受了产业 马拿西半个支派 也受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 已经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 受了产业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 是祭司以利亚撒 汉嫩的儿子约书亚 又要从每支派中 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 这些人的名字 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西缅支派有雅米呼的儿子士姆利 便雅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 但支派有一个首领 约利的儿子布基 约瑟的子孙玛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 以弗的儿子汉涅 以法连支派有一个首领 石伏弹的儿子基姆利 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 帕纳的儿子以利沙帆 以萨迦之派有一个首领 阿萨的儿子帕帖 亚瑟之派有一个首领 士罗米的儿子亚西乎 拿弗塔利之派有一个首领 雅米呼的儿子彼大黑 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还要去跟我们一起读上经哦 拜拜